另外再带您看到 微型电动二轮车修正条文 11月30号是正式上路了 玉里芬局透过各项集会活动 搭配精美宣导图卡 来方便民众了解最新的规定 微型电动二轮车修正条文 11月30号正式上路 明定未满14岁不得驾驶 需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 粘贴行事审验合格标章 并登记领用悬挂牌照 玉里芬局透过各项集会活动 搭配精美宣导图卡 方便民众来了解最新的规定 另外12月149驾的高峰 因此本分局在12月5号至7号 特别规划专案大支法勤务 希望借由勤务的执行 告知民众相关新法的规定 并且同时防止酒后驾车 玉里芬局交通组长陈伟杰表示 分析玉里镇使用者多维 长者以及学生族群 同时会诊辖内一九架造势路口 除了平时取缔交通违规勤务外 特别规划了12月5号到7号大支法专案 本分局将借由绵密的勤务规划 希望宣导以及取缔病重 维护南区三乡镇居民的行车安全 玉里芬局将持续透过各项勤务时间 集会场所向民众加强宣导 并且取缔像是未戴安全帽闯红灯超速以及酒驾等重点违规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毕丁ờ 写 HBO 1 8 9